短头发怎么扎丸子头 1.半扎发 把后侧头发拿出来一束 扎一个低马尾 然后用蝴蝶结发饰固定住 侧面和后面都可以看到蝴蝶结发饰 前侧头发可以用卷发棒烫一下弧度 细致会更好 2.半扎低马尾 半扎低马尾属于马尾的一种 扎发就按马尾的扎发即可 左右两侧流出并发点缀 其余头发全部扎起来 要扎低一点 以便与侧边的并发形成同角度的垂感 丸子头 取出头顶上一部分的头发 扎成一个高马尾的形状 两边耳旁流出适量的头发 然后把大马尾扭转几圈 扎成丸子形状 并用黑色小发钾固定好 最后用卷发棒烫一下耳边留下的头发 就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